这个女人以一种诡异的姿势 死在了服装店的试衣间里 警方赶到后发现现场就是一个密室 门锁只能从试衣间内部打开 乍一看上去身上没有任何伤痕 现场也没有发现任何痕迹 甚至连死者的指纹和血迹都没有 那么凶手是如何完成杀人 又不留痕迹地离开这里的呢 从服装店工作人员口中得知 最后一次进入试衣间的时间 是早上8点打扫卫生时 那个时候还未发现任何异常 直到10点左右 第一批顾客需要试衣服时 才发现是衣间的门竟然锁死了 于是就请了开锁的师傅蛮力打开了门 但奇怪的是 这期间的两个小时里 并没有其他人进店 为了破解这个密室 探员秦曼请来了刑侦教授穆夏 前来协助此案 穆夏仔细查看了当天店里的监控录像 确实如店员所说 案发时间内无人进入 但他发现屋顶的这个巨大的圆形装饰有问题 利用梯子爬上来之后 他在里面发现一些从下方无法发掘的细线 看来死者在掉落到沙发上之前 是被提前固定在这里的 而这些细线不像鱼线结实 却又有一定的人性 木下建议大家可以从这些细线切入调查 接着他们又留意到墙面上方的空调出风口 但出风口过于狭小 估计连小朋友都很难进来 回到警局法医对尸体深度尸检后发现 死者胸口处不但有一个大窟窿 而且尸体还被防腐剂浸泡过一段时间 法医根据碳元素衰减周期判断 死亡时间在上周的17号晚上 更离奇的是在死者背部竟然发现 两朵相互纠缠的牡丹花图案 从生活反应来看 是死者死亡后用刀划上去的 这明显是一场有预谋的案件 警方调查得知 死者是最近很火的网红服装设计师邵小飞 曾因为路人改造变装在网络上大火起来 可后来有视频爆料 这些路人都是他请的模特 大火之后成立了自己的服装设计公司 后来的设计风格与他之前大不相符 为了了解死者的社会关系 警方找到了邵小飞的助理陈玉峰 他称邵小飞在上周17号的时候 以闭关创作为由就失联了 因为他经常这样一消失就是好几天 并且每次回来都会带着新设计的服装样衣 所以这次消失这么久 他也并不感到奇怪 可能是面对警方的询问他比较紧张 在整个谈话的过程中有点不自然 警方从他口中还得到一个重要的线索 邵小飞死亡时身上穿的裙子 是他们公司下一季的主打款 这属于商业机密 除了邵小飞本人设计出的这件样衣外 应该是不可能有第二件的 谈话间一名小学徒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陈玉峰似乎对他很有成见 不分青红皂白就是一顿臭骂 而这一幕被死者邵小飞的男朋友保罗看在了眼里 警方隐约感觉这个公司有点奇怪 随后 刑侦教授沐夏带着死者后背上的图案 来到公司的生产车间打听 从一名绣工口中得知 这是一种古代立体绣法的绣案图 就在前几天 公司的设计师保罗也来咨询过他这个图案 目下感觉这个保罗很有问题 立刻把他带回到审讯室 可他却称自己是一名设计师 每天都会拿着大量的图稿去和车间的工人沟通 所以他并不认为一张图稿可以说明什么 可当警方问起他17号的行程时 保罗竟然理智气壮地说 那几天自己正和陈玉峰在海南旅游 面对这么大胆的不在场证明 探员阿佑找陈玉峰验证了这件事情 果然他也很大方地直接承认了 如此说来二人都没有作案时间 但相反二人却有了明显的作案动机 阿佑把询问结果告诉了目下 目下忽然想到在现场固定死者的细线 很有可能是一种新型的服装材料 于是他立刻找到工厂询问调查 果然车间的负责人称 上个月公司总部的一个女孩 拿着这种线想做一件样衣 可后来邵小飞知道了这件事情 便自己先申请了这种线的专利 目下又向其他工人询问 工厂里有没有处理布料防腐的地方 果然他们在车间后面发现了案发的第一现场 在地上还有一把带鞋的剪刀 还有一缸被染红的防腐剂 紧接着服装店的店长也带来了新的消息 五天前店里新进了一批公司设计的衣服 正好有维修商场空调的工作人员过来 当时店员们又赶着下班 于是就让维修人员帮忙 把几个包裹搬进了十一间 在第二天清点服装后 没有发现丢失就没当回事 秦曼询问他记不记得 修空调的人长什么样子 店长说是一个戴着眼睛的男人 还有一个瘦瘦的女孩 沐夏听到这个女孩后突然疑惑 这个突然冒出的小女孩到底是谁呢 突然他想起在邵小飞公司时 陈玉凤骂的那个设计助理 回到警局 阿又调查出这个助理名叫苏子 而这个苏子正是保罗带的设计学徒 紧接着法医带回了剪刀上的指纹鉴定报告 结果显示正是学徒苏子的 但秦曼疑惑保罗为何要和苏子一起杀少小飞呢 沐夏听后好像想到了什么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他来到设计公司找到保罗 沐夏开门见山地拆穿 他并没有与陈玉凤去海南 而一旁陈玉凤的表情更坚定了夏木的猜测 而当他接到阿又的电话 已经查到苏子现在的位置时 保罗的脸色开始明显地紧张起来 沐夏微微笑了一下夸他很聪明 在案发后与苏子一起假扮维修人员 趁服装店快要下班之前 将邵小飞挂到屋顶的装饰里面 然后利用空调将屋内气压降低 造成房门被锁打不开的假象 而开锁师傅暴力打开门锁 使得屋内压强差减小 示意间的门锁自然打开 保罗听完后没有说话 但仍然坚称自己没有杀人 随后 沐夏根据阿又提供的地址找到了苏子 这个外表清秀的小姑娘 见到沐夏后很坦然 她称半个月前工作时得到母亲病重的消息 当时着急回家 便忘记收起自己设计的草稿 可没想到 邵小飞看见了后 竟然想私吞自己的设计成果 并提出20万的报酬 因为当时母亲治病需要钱 她便答应了 可没想到 当她去医院为母亲交手术的费用时 发现卡里竟然只有2000块钱 于是她就去找邵小飞理论 邵小飞告诉她 他们之间的交易已经完成 那条裙子的设计已经被她申请了专利 并作为下一季度的主打样式 她没想到 这个看似高贵的网红设计师 竟然这么卑鄙 后来妈妈也因为没钱手术 离开了自己 于是她便把邵小飞约到 车间后面的防腐室 趁其不被杀死了她 然后把她制作成了 下一季主打的模特 我是蟒牛 感谢三连 我们下期再见